大家好,我是逼哥,今天给大家介绍一部美国剧情电影《黑水》。 罗伯拥有一个幸福的家庭,他的妻子贤惠美丽,二人刚刚有了一个可爱的孩子。 一周前,因为工作能力突出,罗伯被升任化工行业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律师可谓前途大好。 正当众人鼓掌庆祝时,一个叫做鄂尔的人抱着一摞资料闯进事务所,不由分说塞到他手中。 嘴里说着杜邦集团化学物质污染水资源,从而堵死了他的牛。 这里面的都是证据,只是全市的人都害怕杜邦这家化工公司。 他们实力雄厚,后代强硬,没有一家律师肯接受自己的委托办理案件。 罗伯忙得很,本想置之不理,谁知对方居然是外祖母的邻居。 碍于外祖母的委托,罗伯不得不亲自返回乡下一探究竟。 眼前的这条河还是像罗伯小时候一样清澈, 但鄂尔却说这是漂白剂的作用,河里的石头都被化学物质染成白色。 他的牛就是喝了这里的水,开始发狂的攻击人,最后多达190头牛死亡。 这些牛已经内脏变异,牙齿发黑。 鄂尔还表示自己的哥哥曾经为都邦工作,后来也生病了。 他为了这件事走访了政府的各大机构, 就连环保局也去过,却都迟迟没有下文。 罗伯隐约嗅到这件事的严重性, 于是来到杜邦的清空宴会, 想要询问负责人菲尔关于农场调查问卷的事情。 但是在这里,罗伯听到了菲尔精彩卓绝的演讲, 和服务人民的企业宗旨赢得台下一片赞誉。 罗伯被光辉正面的气氛感染, 开始觉得一切应该都是误会。 于是,正常索要了那份环保局的调查结果, 上面果然显示牛的死亡要归罪于管理不当。 谁知鄂尔看到这些张嘴边骂, 他责怪罗伯十分不菲, 居然会相信这种谎言。 罗伯刚想为自己辩解, 身后却突然出现一头疯牛, 鄂尔让罗伯逃上车, 自己则用枪杀死发疯的奶牛。 这一幕,看得罗伯胆然心惊, 他立刻赶回家, 看了鄂尔曾经塞给自己的视频资料。 他没想到, 视频里面的牛变异现象简直触目惊心。 罗伯将这些承报公司, 要求杜邦赔偿, 发起证据公示, 以及找出废物填埋厂里有什么。 并且, 请求自己所在的律师事务所, 以财产纠纷案起诉杜邦集团。 合伙人汤姆不愿意做折本的买卖, 但经不住罗伯不断说服, 最终允许与医疗手术费起诉。 罗伯得到许可, 立刻联系了杜邦的管理者菲尔。 对方碍于罗伯在法律业界的声望, 只好承诺将有害废料相关的东西送到罗伯那里。 1999年, 经过漫长的等待, 罗伯收到资料并仔细查阅, 发现里面的成分只有普通垃圾, 并不存在有害物质。 但他们却购买了集装箱, 似乎要运输什么液体。 要知道, 报告里的物质都是卡车运输, 没有办法装进桶里。 另外, 还有一款叫做PFOA的物质, 在任何网站上都检索不到。 罗伯并不满意质问报告, 他开始怀疑杜邦一直知道有害物质存在的事情, 并且受到环保局的保护。 于是, 罗伯打电话想要询问杜邦的负责人菲尔, 却被告知他外出至今联系不上。 刚好此时, 秘书递来邀请罗伯参加化学公司晚宴的请帖, 罗伯只好跑到宴会上读人, 他幸运地找到了菲尔, 要求扩大调查。 菲尔当然不会接受, 两人在隆重的典礼上不欢而散, 正是撕破脸面。 这件事让佟在宴会上的妻子非常丢脸, 他不能理解罗伯的所作所为, 就连合作伙伴汤姆也将他动批一顿, 但罗伯已经决定, 对于杜邦必须动用诉讼官司。 于是, 罗伯调动了1957年至今的全部资料, 开始挨个调查审阅。 即便无人理解,无人帮助, 他还是憋着一口气, 想要揭开黑幕。 正当罗伯日夜查找资料时, 养牛人厄尔已经急不可耐, 他几次三番给罗伯打句电话, 但始终无人接听, 他心灰意冷, 认为是罗伯放弃了他们, 而关于起诉案件的事情慢慢沉淀, 没有人再提起, 但这不等于被忘记。 终于, 厄尔和妻子被诊断出患有癌症, 他拖着病体回家, 如同金空之鸟般, 藏起那些杜邦的作恶证据, 听到飞机盘旋的声音, 他疯了一样驱赶, 那些都是坏人, 夺走了他的财产, 健康甚至是幸福。 恶尔抱着猎枪, 守在院子里一动不动, 誓死捍卫着谨慎的尊严。 而在另一边, 罗伯找到一位化学教授, 询问他是否知道PFOA这种物质。 但是, 有一种类似的形态, 叫做PFOS, 是常念碳氟化合物。 它还有一种表现方式是, 八个碳原子相连, 长期过量食用会导致牙齿变黑。 罗伯突然记起, 厄尔家的女儿牙齿就是黑色的, 他敏锐地察觉到两者有所关联, 于是疯狂地寻找资料。 果然, 在档案中发现了 与水隔原的物质C-8, 又叫做特弗龙。 他沿着这条线索继续搜寻, 居然查到家中的布年锅, 使用的就是这种原材料。 而制造这口锅的地点, 正是外祖母和鄂尔居住的乡下。 罗伯抗拒着不敢相信, 却又不得不信, 杜邦谋害的不是一个农场主, 而是悄无声息地伤害所有人。 他跑回家, 在厨房里翻箱倒柜查看布年锅, 惊醒了有云在身的妻子。 妻子怒不可遏, 而罗伯却向他解释了惊人的一切。 特弗龙这种物质 有很好的防水作用, 最开始被制作成坦克涂料。 后来, 杜邦公司发现商机, 将它涂在铁锅表层, 制作成不年锅。 但是不久之后, 杜邦工作的人员纷纷生病, 杜邦想知道工人生病的原因, 于是就在香烟里加入特弗龙让工人使用, 之后这些人几乎无意外全部住院, 而这已经是1962年的事情了。 如今, 那些病毒仍旧通过烟筒和管道, 污染着空气和水流。 甚至到了后期, 他们挖沟壳, 埋藏了上千吨污水和毒尘, 其中的一个工人, 就是鄂尔的哥哥, 如今已经重名不起。 后来, 杜邦在猴子和老鼠身上做实验, 发现他们器官肿胀又在畸形, 而杜邦流水线上的女工, 则多数产下畸形婴儿, 但杜邦却坚称与特弗龙无关, 甚至抹掉所有有关记录, 装作什么都没有发生, 让女工再次回到流水线岗位。 而这一切, 仅仅是因为杜邦集团要盈利, 不仅不粘锅, 还有油漆, 雨水, 靴子, 生活中随处可以触碰的东西, 都可能含有特弗龙这种致癌物质。 妻子这才明白了罗伯, 在他的守护下, 顺利生了第二个健康宝宝, 而罗伯这边, 立刻联合公司合伙人汤姆, 一起起诉杜邦, 并通知久受其害的鄂尔, 让他拿到钱后赶紧离开, 但此刻已经来不及了, 鄂尔和他妻子都已经患病, 他们哪里也去不了了, 唯一能做的, 便是拼死守住一个公证, 但这恐怕做不到, 一旦牵扯刑事案件, 则必须证明, 鄂尔的牛的确受到C-8的伤害, 可是要知道, 所有的生物学家全都为杜邦效力。 罗伯疲惫地回到家中, 连夜打印出物证, 复印了136份, 决心和杜邦死磕到底。 他说服汤姆, 由他向环保局提交了申请调查特弗龙的请求。 2001年, 环保局还在审核期间, 与鄂尔同村的乔一家找到了罗伯, 说他们曾经收到了一封水利局的信件, 称在他们的饮用水中发现微量化学物质, 但是对人体没有损害, 可两人身边的亲朋好友几乎全部得了各种各样的癌症, 就连儿子也不能幸免, 夫妻俩也因为环境原因导致不孕。 罗伯气温至极, 他知道那封信一定是出自杜邦之手, 而妻子此时无意中发现了一张医疗监护单, 二人突然想到, 或许可以通过7万居民联合上诉杜邦污染水源。 虽然目前在环保局里特弗龙仍旧是无害的, 但是杜邦曾经以吸含的方式通知居民水中有微量化学物质, 而这种物质高达杜邦所说的十倍, 只要能够证明特弗龙超出杜邦所认为的安全的范围, 就可以控告他们自我监管失灵, 要求获得医疗监护权。 他将想法开会告知公司所有合伙人, 却遭到一致反对, 唯有汤姆义无反顾地支持他。 一直以来, 他亲眼看到罗伯是如何坚弱初心, 而杜邦又是如何越界, 即便为了良知他该这样做。 2002年, 在汤姆的支持下, 他们与杜邦对部法庭, 已经病入膏肓的鄂尔赶来为他加油打气。 对方律师请来的政府官员说, 排放安全标准在十亿分之一百五, 但是杜邦的排放量远低于这个数字, 但实际上, 政府并不监管特弗龙, 所谓在这个位置上的官员, 也是与杜邦公司有利益关系的人。 此时法官提出, 重新测量并公布安全标准, 这场官司短暂结束, 最后, 一波媒体先后炒作, 各种关于特弗龙的新闻也在持续发酵。 罗伯与杜邦的董事长查理, 在公正法官见证下, 公开查阅资料物证, 杜邦的文件上面公然称呼, 参与试验和引用污染水源的人们叫做受体。 面对罗伯询问杜邦公司的种种恶行时, 查理推说一概不知。 最后, 罗伯说出他们以老鼠为试验, 女员工生下急行婴儿时, 查理摆下阵来, 拍案而起, 想要离开, 却被罗伯喊住, 一定要让他看清照片上那个无辜可怜的孩子。 查理最终沉默了。 会议结束后, 罗伯感觉有人在跟踪自己, 他一路小跑上了车, 恐惧地启动油门, 还好什么都没发生。 而在另一边, 一直是控告杜邦的桥, 老房子突然莫名其妙地着火, 他心中清楚, 这是有人在发出警告。 与此同时, 环保机构, 以杜邦没有声明特富龙对健康造成危害为由, 开出了1600万美元的罚款, 但这只是杜邦利润的九牛一毛。 同时, 杜邦同意清洁污水, 对饮用水安装渗透装置。 而法院这边, 组成了第三方医疗机构来进行健康检测, 研究诉讼群体, 如果能够证明特富龙导致身体疾病, 每个人都将得到永久监护。 2005年, 在罗伯的提议下, 他们采用金钱奖励的方法, 吸引大众献血, 最后, 采集到69000人的血液样本, 庞大的数据会让这次检测精准客观, 同样, 工作量也会惊人的大。 转眼四年过去了, 检测结果依旧没有出现, 厄尔重命死亡, 他的妻子也已病入光荒, 许多当年献血的人已经患命死亡, 乔也在苦苦地等待和焦虑下, 将怨气泼在了罗伯的身上, 而罗伯这边, 也因为没有其他业绩而被连续降薪, 几乎无法负担家庭开支, 更糟糕的是, 政府受到多邦的贿赂, 已经停止调查此事, 连续的打击, 让罗伯突然患命入院, 需要长期服用药物治疗, 而妻子此刻才明白, 丈夫不是一个失败者, 她一直很孤单, 却愿意为了素不相识的人拼尽所有, 虽然她不知道那是什么力量, 但绝对不是失败, 在妻子的悉心照顾下, 罗伯很快康复, 2015年, 已经负债累累一无所有的她, 终于接到了政府的电话, 调查结果表示她是对的, 特弗龙导致六种主要癌症, 影片的最后, 杜邦工厂周边, 7万居民获得了永久医疗监护, 患病的人, 获得了6亿多美元的赔偿, 这一切, 据利恶尔仍给她视频资料, 已经过去了整整20年, 但一切并没有结束, 根据调查, 特弗龙几乎存在于地球上, 每一个物种的体内, 包括99%的人类, 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需要更多勇士的加入,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我是B哥, 如果想表达对我们的支持, 就给我们关注, 点赞和转发吧, 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拜拜